就在南风号渔村的小巷弄里 这间小小的早餐店铺 散发着老板娘浓浓的爱心 在南风号开早餐店 有20多年的罗阿云女士 游港与渔港青年 外国联姻越来越多 却因为文化不同而离异 留下可怜质子 成为单亲家庭的小孩 罗女士于是开始 她免费供应弱势儿童 吃早餐的散行义举 你每天来不吃早餐 你每天都去上课 他当然他会欢喜 他就每天来带 你吃吃吃也滚起来带来带 你如果像单亲在这儿 如果是对老婆的比较不难 如果对老婆是真的更难 如果说真的没人同意处理 早上的早餐 我们自己用不需要 南方很多民众都是吃 罗阿姨的早餐长大的 每天早上只要听到他开朗 又有朝气的问候 一天的精神都会非常振奋 从小就吃到早了 对啊 对啊 然后他们对待客人 就是很亲切 对啊 那你说帮忙 那种单亲家庭 或者是比较需要帮助的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除了提供早餐给弱势儿童 罗女士还靠着 整理资源回收的瓶瓶罐罐 换来的所得都捐赠给公益机构 虔诚的佛教信仰 从他早餐店里贴了 为人善念的标语 就可以看出他帮助下一代 不只给早餐吃 也要教育孩子良善的心灵 雪碎新闻 賴志沁 黄太郎 宜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